洞穴里遭遇冬外山洪爆发 到底有多火怕 这个水太大了 这是我们在200多米的天坑里遭遇恐怖的一幕 位于盘州宝鸡乡的冲天眼 是当地三大神秘坑洞之首 本地乡岛曾看到碗口处的巨蟒出入 当天气变化时 正正白雾从坑里涌出 宛如地下幽灵的召唤 这一幕幕仿佛是恐怖电影中的场景 让人不寒而栗 现在我们一群商人就来到这个冲天眼的坑边 我们在岩壁上做了一个锚点 今天又是我们户外行律当操作手 现在趁着先锋开线的空隙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冲天眼的外部大致情况 经过我们试验测量 这个东西的坑口达到了177.5米 它的南北方向达到173.2米 它的震度估计会超过200米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标准的天坑 冲天眼的天坑就位于戈首河的峡谷的尽头 现在就跟随我的镜头 咱们一身到底 深入这个冲天眼的底部一探究竟 现在坑口的海拔是1281 石板温度27.5米 翻过坑口下来就是垂直的崖壁 这个高度相当高 可能超过200多米 下来20米 我们在这个岩峰中发现了好多的五菱子 这里还有石橄榄 这个挺稀奇的 这里还有一张蛇皮 你看了没 这里一大堵 这里有一块 我怀疑这个坑底下 淤淤淤淤的可能有大蜡条 饭完第三寨锚点 这里下去就是一个茂园 垂直悬空 将近80米 其实像这样子垂直悬空的神价 虽然在体力上面耗费很大 但是它会避免一个落实的状态 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一条线路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好多的枝橄榄 每一棵上面都长了一根叶子 这个好奇怪 这个100米存子已经用完了 这块下去可能也不会低于100米 现在看一下这坑口 太阳正在我们的顶上 我们顶着27、8度的温度在神价 因为这个底下光照比较冲突 跟外面没什么两样 从天坑半中央的非盐的痕迹 我们就得判别除这些地方 在原故时期是有很大水流 融食的一个结果 好多珍稀的植物都会长在悬崖峭壁上 这是一株蓝花 现在我的脚终于粘到地面了 剩下的就是要穿个密林 越是往下走 这个沉积岩的成分就越清楚 经过地下河的不在融食以后 经过几十万年或者上亿年的坍塌 就形成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规模了 现在开始在密林中进行一个谐颇的反架 这是我迄今看过最大的低水观音了 这个叶片就像大香的耳朵一样这么大 而且这个根叶大 就像个大牛腿一样 像不像铁山公主的芭蕉扇 我们就是从上面跟天际相接到那条线 最高的山顶一度下降 最让人痛苦的就是这一段活道 大概一百多米 这里下去全是这个碎石 而且很容易掉 越是往下走 这些沉积岩都是摇摇于坠的 就像山体崩塌堆积而成 完了被火锤掏空以后 就形成这样显摇的地势 所以感觉到相当的恐怖 这一块全是纯几岩 这里下去快要底了 还有20米到底 坑口在冒着真正白气 升降280多米 我们现在终于到了洞口了 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洞墙 很大的雾 啥也看不见 反正知道地下空间很大 水流声也很大 哇塞 这个水太大了 这一段又是一个10多米的成像 这些大石头被水虫的光溜溜的 这块水流也很急啊 我们来想办法过去 要不然今天这个洞就探不了了 这像不像一块猪肝 哇太像了 这个世界地图 这个就像一个沙发一样 这个猪腰子一样 这里面的石头真的好看 好大的洪水啊 过不去这里 这个水成一个黄色的状态 应该是上游在滑洪水 虽然这里空间比较大 我们过不去 无论继续在探了 在刨车的洪水面前 我们用完了所有的锚点 绳索等器材 被迫提前结束天坑底部动道的探索 眼前的壮观景象与危险的警醒 让我们更加明白 探险并非冒险 而是在尊重自然 敬畏大自然的前提下 进行有序的探索发现 太这个了 我这里马上到顶啊 还有20来米 下去有多潇洒 上来就有多狼狈 哎呀 哎呀 反飞地面 我们从微信地图上看到 上游罗西河受台风杜素锐的影响 狂降暴雨 导致水库泄洪 洪水通过上游落水洞 灌入地下岸河 经冲天眼流向下游出水洞 进入格舍河峡谷 这段短暂的冒险旅程 让我们深刻理解到 只有对大自然的敬畏 我们才能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 走得更远 本期视频拍摄到此结束 我是群图 富外跑国 关注我 但以努力更多地下奇境 解密更多奇闻一事 这段短暂的冒险 我们下词